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过程中需要注意的就是他的这个食指 完整的一小节是两拍 那么前面这个八分音符是占半拍 中间的四分音符呢 一般是一个被强调的这么一个角色 所以在切分节奏中突出的应该是中间这个音 所以他的重音应该是放在me这个音上 那么我们在拉奏的过程中 也要注意像演唱一样去拉走它 另外呢 这个作品里还需要我们加强对推功的力度的训练 这里运用到了一个推功 尽可能在这种重复的过程中呢 运功的力度能够均衡和统一 现在老师进行一个完整的示范 我们可以稍微的先慢一点啊 一 二 开始 相信大家在我示范的过程中 大家可以注意到弓段的选曲 那么在拉奏这种有密集的八分音符的时候 我选择的弓段是弓中的这样一个区域去拉奏 既能兼顾到你的八分音符的拉奏 还能兼顾到一些个长音的这种加入 所以大家尝试可以体验一下 在弓中去拉奏这段练习 另外呢 注意一下我们在这个切分节奏的拉奏过程中 注意这三个音的力度 尽可能让它保持一致 还以前四小节为例 请听好 尽可能的让它的这个音拉奏的更加的扎实一点 那么这首作品就先介绍到这里 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 希望我的讲述对你能有所帮助 心爱的琴就在心爱琴 我们下节课再见